大家好 我们这节课介绍一下2021年530这次二件的考试试题 应该说530这次二件的考题 总体来说它没有那么大的离散性 也就是说考试它是一个难度系数比较均衡 不像523那个题目有的相对而言叫过于简单 而有的题它那难度系数又太大一些 总的来说这份试卷好一些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第一个案例 是一个桥梁的题目 某公司常见一座成交跨线桥工程 双向四车道 桥面宽度是30米 横断面路幅划分为2米人行道 加5米的非机动车道 加16米的车行道 加5米非机动车道 加上2米人行道 上部结构为5乘20米 预制预应力的混凝土 简直空心两板 下部结构为构造A 即1米3的 就是130厘米 圆柱式堆 基础采用150厘米的钢筋混凝土 撞孔灌装 重力是U型桥台 桥面铺装结构层包括10公分的沥青混凝土 还有我们的构造B 以及防水层 桥梁立面如图一所示 这是我们的图 注意啊 上面它说 有10公分的沥青混凝土 有个构造B 没有写其他 当然这里边它又有一个构造A 这是整个桥面的一个布置 项目部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明确如下事项 这事项都有什么呢 桥梁的施工工序编号为 1是装机 2是制作电池 3是蹲台 4是安装空心板 5是构造A 6是防水层 7是线胶构造B 8是安装制作 9现胶石阶缝 10摊铺立青混凝土 及其他 然后它把这10个工序给你摆在这 然后说这施工工艺流程为 1是做装机 下一步是蹲台 然后就是构造A了 然后是制作电池 然后安装制作 安装空心两板 C D E 三个工序 没有写 然后是摊铺立青混凝土 及其他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啊 上面10个工序都是全的 下面呢 它在这里边又把CDE给你甩出来 那也是不是就是把这工序要给进行对号入座 你得做好 公司具备两板施工安装的技术 且拥有汽车起重机 没事驾凉车 跨顿路门雕 穿向式驾桥机 浮雕 凉体 顶推等设备 经过方案逼选 确定采用汽车起重机进行安装 那空心两板安装前 对制作电池进行了检查验收 好 设计这几个小位 写出图一中 构造AB的名称从图上去找 第二个 写出施工工艺流程中 CDE工序名称或者是工序编号都可以 第三是依据公司现有的设备 除了采用汽车起重机安装空心板凉外 还有可以采用哪些设备 第四呢指出项目部选择汽车起重机安装空心两板考虑的优点 我为什么这么做 第五是写出制作电池验收的质量检验的主控项目 主控项目现在一二件 基本上必须要考一考 有的教材以内 有的未必 第一个写出图中构造AB的这个名称 咱们一定要注意啊 构造A应该知道吧 这是一个本来装上面蹲住 蹲住上面是我们的概量 有人说什么冒凉啊 真正的概量是规范的用语 好 那对于构造B 有人说桥面以上构造B 那桥面还有防水呢 是防水吗 注意 他提到防水 但是通过这个前面的题目有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 叫做现胶构造B 那在桥面以上 这防水不可能是现胶的 那不是现胶的 这里边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构造B是混凝土的 咱们在523那个案例当中知道 防水之上是我们的沥青混凝土的面层 防水之下是不是有一个叫找平层 或者叫整平层 或者叫调平层 是它 那在整个桥面啊 做找平层 这就是蹲住上面的概量 这些支点大家还是应该能够清晰的知道 好 概量 如果你担心你再写个啊 冒凉啊 但是概量是我们拿分的 构造B 整平层或者找平层 这么去写没问题了 写出施工工艺流程CDE的名称或工序的编号 首先啊 他已经知道了施工工艺流程打完装 做蹲台 做我们的概量 制作电时 安装制作 安装空心200 那在网上 这里边谁还没有出现 注意啊 尸阶缝没出现 防水层没出现 现胶构造B没出现 那么我们现胶构造B是找平层 找平层一定在防水层之前 另外还应该注意啊 我们安装完空心量板 还有现胶世界分 分胶瓦罗 瞧面是个整体 再做找平层 所以一定是9 7 还有6 这样最后铺上面力清混凝土 这种题静下心好 倒是容易把这分拿到 静下心来 容易把这个分给他拿到 整平层找平层 像这种呢 比如说线胶整平层 线胶找平层 或线胶构造B 你这样怎么写都可以 考试如果有精力 那就都给写上 没问题的啊 不管彩分点如何设置 这分我们也是能够给他拿到 好 这就是准备做这个找平层 前面我们上一套试卷已经介绍了 后面是依据公司现有的设备 除了采用汽车起重机安装空心板凉以外 还可采用哪些设备 那你除了采用这个我们的汽车起重机安装 这个凉板以外 还可以采用哪些设备 设备我们现有的大家注意啊 它是说有汽车起重机 没事驾凉车跨东门雕 穿向驾桥机浮雕 量体顶推设备 经过笔选说用汽车起重机 有人说多些也不扣分 我就都给写上呗 怎么能把分丢了 你就别拿这分了 为什么 人家说的依据的是公司现有设备 除了它之外还可以采用哪些 这是叫做什么 表面是案例 实际等于是什么呀 多选题 那你要这么去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种提示为数不多的 多写肯定不是扣分甚至没分 就记住像人家已经给你列出让你去选 这叫多选题的遵循多选题的原则 这里边一定要保选 那你对于教材上的起重机 跨东门雕穿向式驾桥机 这是可用 但是呢在这里边 其余的我没有把握怎么办 不写 当然啊 实际上啊 没事掉凉车还是可以用的 它应该跟跨堆轮标有点相似 但是不是跨堆的啊 是我们的跟汽车起重机特别像 这种点记住啊 当你没有把握就不写 依据着教材当中的内容 指出我们项目部选择汽车起重机 安装空心粮板考虑的优点 它是什么呢 是命题人做的选择 让我写理由 也可以让你做选择 然后你自己说理由 那么这里边所考虑的优点 那就是优势 那优势就忘好了 说吧 方便灵活 简便 速度快 还有呢 就是省钱 节省造价呀 或叫造价低呀 或叫节省我们驾桥机的呀 安拆费用 这是什么 优点吗 优点 我们说优点 从方便灵活 速度 造价这些角度 再就是什么呢 这里边图上画了我们的施工变道 它可以充分的利用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变道 这是它的一大优势 注意啊 画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施工变道 这是我们的施工变道 咱们回来看一下啊 这个完整的这个图 你看这是我们的临时变道 这边也有临时变道 而且这个桥不是特别宽 两边有现成的变道 那你汽车启动机开过来 岂不省事 这是什么呢 结合案例背景和图形 再加上什么速度啊 成本呀 方便呀 灵活呀 这些写上 记住 优点 就是玩命的去夸他 从什么 有人说 你不是说还从质量 从安全 你写呗 不是说写出来就一定拿分 而是写出这些角度 你都不用去管他的答案 到底是什么 你都可以把这分给涵盖住 记住是你写的答案 涵盖住采分点 不是你写的答案 一定就完全等同于采分点 我们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 但是如果掌握答题技巧 是能够多拿这部分分 这就是优点类的题目 不管是给命题人找理由 还是给你的选择 找理由 都是一样 第五是写出制作电池 验收质量的这个主控项目 电池的这主控项目 注意啊 顶面高层平整度 坡度坡向 位置混凝土的强度 按照规范要求啊 规范要求 这里边主控项目 只有顶面高层平整度 坡度坡向 这几项 只有这几项 有没有后两项 真正的规范 不管是规范 还是一二件教材 没有后两项 那教材上也只是说 它的施工规定里边 也只是这么简单的说 什么电池混凝土强度 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也只是这么提 但是呢 你不是说它向前面 它就说主控项目都包括什么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写呢 你比如位置啊 混凝土强度 这是第一考试当中 有可能 你记得不是那么清晰 你有可能想到的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 还是不是 它的主控 那就都写出来 但是把自己有把握的写在前面 这道题就是有一个特殊性 比如说我们真正的主控项目只有前几项 但是当年的月卷答案居然就有了这两项 当然月卷答案并不是说这个题的要求分值有多高 这个题它分值就是给你四分 那也就是说答案给的是首先一种原则 你答出这六项当中的四项能拿到我们就该拿到分了 第二个呢 答案就不是特别特别精准 答案是谁制定的 人制定的 是人制定的 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说涵盖法是非常好 这样呢 你比如前面你没有写对 后面随便写两个 正好压中了分值点了 实际上这就是考试的时候 永远记住 它的参考答案未必是最合情合理的 你不要幻想这答案最合情合理 你呢 只是说把你的这个答案用尽量少的文字 涵盖住最多的采分点